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奇權報告》 又是我Marco和大家談及《奇權策略》 以及今年2016年最後一天的大使分析 在星期三的時候和大家談到最主要的就是用恆子 以這條趨勢線來說,其實之前很多人說已經跌穿了一條 長期上升軌,而我自己來說是覺得未跌穿的 以旗子圖來說,未跌穿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就算跌穿的話,我通常會遇上一些buffer 無論如何,未跌穿,所以未確認過市是大趨勢逆轉 相反,未確認過市在大趨勢逆轉的情況下 其實到了這個位置,就開始已經是一個值得吸納的位置 在星期三和大家提及到比較重要的位置 如果短期來說,覺得下跌趨勢逆轉的話 看著21819這個位置 如果有能力升穿,升穿1點就當穿了 升穿21819的話,市在之前星期 星期三和星期五的21477這個低位,見底的機會大增 相反來說,如果市是堆穿了 星期五這個低位21477,市有機會再跌多一點 我就會傾向在21,300點以下,再作出一個吸納的動作 事後看看,第一件事,你見到今天的市場夾得很厲害 最高曾經升上去22,000點以上,升上去22,056點 那就好 留意一下,之前星期三和你說的位置 21819,很明顯 今天最低位置到21813,很明顯 你會見到,之前和大家提及到這個位置 今天是很出現一個支持的作用 而大使一突破今天那個,之前提及到21819這個位置 就狠狠地升上去 現在事後,說回來 第一,既然成功升上去21819這個位置 那這個21477,見底的機會 就真是大增 這一段,究竟是否粉飾慈漿呢? 要再看 因為如果不是粉飾慈漿的話 理論上一月開頭的時候 應該就會跌倒下來 待會再和大家分析 但不要忘記,我都很肯定 經過這兩三天,市升得這麼英俊 現在升上來的話 很多報紙、雜誌,事後都會和大家說 市是因為粉飾慈漿的活動 令到市場作出一個比較急劇的反彈 但我自己來說 報紙,我至少看五份 財經、雜誌,我財經報紙,我至少看五份 財經的雜誌,至少看三份 事前的人說的是,今年沒有粉飾慈漿 但事後來說,你見到市場這麼急 其實有一點像夾倉的意味也好 粉飾慈漿的意味也好 Anyway,那個市場就是 借著某些特別的原因 令到市場夾了上去 那你說真的要見真章 究竟那個市場是真反彈還是假反彈 到一月頭我們自有結果 但是如果從事後解釋 究竟這個是粉飾慈漿還是什麼 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做Trade來說 都是那一句 找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去入市 計算贏錢才有用 就不是做出一個市場恐怖的工作 事後做回一個檢討 我覺得 之前市場一路賺下來的時候 我是在在21,400點以下 入第二次 那跟著來說 市場最低位是 星期十二、三、四、五 去到21477 未去到21,400點以下 那沒辦法了 一路等等等等 不驚不覺 現在 上升星圈為21819 分分鐘有可能在21477 這一個位置見底 那 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了 我希望做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去入市 但是真的到不到這個位置 那你可以選擇的是什麼 那 就是確認了如果真的見底的話 他再做一個高障礙動作 那沒辦法了 還有不要忘記 如果大家有記得的 之前大約 在 這些位置 兩萬二千多點 這些 兩萬二千點 那樣的位置 來講 就開始叫大家 不斷做一些 short put的動作 指數期權 就架外short put 股票期權 就等價short put 跟著一對穿了 就做對沖 那對沖的情況下 留意一件事 股票期權 你short put那裡 你賺的時間值 指數期權 short put那裡賺的時間值 對沖那裡 例如對沖的風險 現在確認了 升穿了 21819 一定是解除了對沖 那怎樣也好 就一定是有肉食的 因為問題就是 我們用做short point 去賺期權金 在這一段來講 跟著 當判斷的時候 有急急跡 向下跌 情況來講 就立刻 去做一個 叫做 對沖的動作 而對沖 你記得 我一開始做對沖的時候 我就選擇 做 下 即月份的期權 做對沖 開沖開期權 就開下月份的期權 那這樣 是把握得不錯的 那現在 重新細胞來過 要留意的就是 究竟 市場是否真的 在21477 這些位置 是見底 那我剛才跟你說過 經過今天 升穿21819 這個位置 見底機會 大增 那會不會 在這一個位置 就立刻去告追 不會 不會 那首先 我之前和大家畫過 上升趨勢 黑色這條線 上升趨勢 應該是未跌的 未正式跌穿的 那有可能 甚至上 在這裏見底 那現在的情況 來講 拿回這幅圖 和大家分析 會正常一點 過了昨天 期止計算日 大家都知道 轉賞水平是哪個位置 21477 和21819 那經常都說 收市 升穿21819 完成第一波 這天 出了高位 其實就是 今天的高位 是2056 這個高位 如果未來 再 在兩三天之內 升穿這個高位 再穿15分鐘 短時間內 一月份 走勢向好 但是現在 收市價升穿了21819 未升穿2056 那在這種情況來講 剛才所說 我覺得有機會 這裏 21477 短期見底 但是又未升穿2056 換句話說 如果你想賣貨的話 我會驚訝什麼 讓它回調 回調 回調 下面 縫低 去做吸納 比較理想 如果 它真的連2056 都上升穿了 甚至上升穿了 15分鐘頂 那時候 我才會做出一個高追動作 否則來說 我還是會傾向 現在 未正式升穿2056 的話 有機會 有一點回套 在這些位置 不斷去做一個 做收穿的動作 那麼 止射位 或者對沖位 是什麼時候 21477 接下來21477 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 如果收市 對穿21477 出現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 再對穿的話 那就小心一點 就真的有機會 出現一個比較 大小小的調整 最主要是這樣的 部署 暫時來說 我傾向來說 究竟今天是粉飾 廚昌 還是怎樣 我傾向 它是怎樣 市場應該是 21477 見底的 但是 經過今天彈完之後 它略為回調 一點點 然後再衝上去 但是這個回調 未必再對穿21477 或者 就算對穿21477 它不會 出現這種動作 不會收市 對穿21477 再穿底 可能它對穿21477 也好 不會對穿得多 所以來說 我自己傾向 在這些位置 去218 即是在今天那個 高位 就無謂去 高追 相反來說 等那個大學士 去到大約 21800 以下 做一個吸納的動作 就會比較理想 一點點 在這些位置 大家留意著 去做一些 short pull的動作 我覺得是OK的 最主要 都是跟大家分析是這樣 接下來 新年假期 下次見大家 1月2日 公眾假期 應該是1月4日 回來才見大家 那時候 我就再多研究 多一點點 未來 下一年 17年的大市走勢 和個別股票的情況 再跟大家深入一點 分析多一點點 現在 在下次1月4日 見大家之前 起碼給大家看 OK 希望大家 跟著這幅圖 去做事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 這麼多 希望大家新年 進步 下年 17年就賺多點錢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 拜拜